你看中国台湾为什么最近爆出这么多的东西 有一个圈内的这个不成文的规定 灰色的这个规定存在 只要这个东西对于大部分的人是有利的 大部分人都会这么做 一个人爆出来谁谁性侵 我这么跟你讲 我个人认为啊 这个圈内90%的都有过类似的这个问题 为什么 因为这个圈子他很台湾 其实很小 你想接近某一个导演 他有他自己的圈子 比如这导演喜欢打麻将 那你不会打麻将 你很难进入这个圈子 对吗 但你如果打过跟他一起打过麻将 你相当于是什么 哎我们是自己人了 我们同流合污 那你想象一下 如果这个圈子的你的前辈 你周围的人 全是有这种比如说酗酒啊 什么这种说这个调戏女生啊 或者一些不良的嗜好跟规则 你想这个圈子 你是不是要被他们同化 你是不是要接受他们的这个 他会他才会把你当自己人 所以这件事情我跟你讲 你根本不需要听谁爆料 听谁爆瓜 不保守 而且爆出来的可能都是假的 你就确定一点 你觉得哪一个是真的 他这个是真的 你围绕他周围的圈子 你一导视这个线 我这么跟你讲 八点无理事 你想想有没有 以我对这个环境和这个圈子的一些了解来说 爆出来的那些 真的就是你已经觉得好像没下线了 或什么 就是九牛一毛 而且不光娱乐圈是这样 电竞圈也是这样 生活很迷乱的 你去想象一下 一帮文化水平不高 被打压了很多年 十年所谓的低调做人 然后装孙子 看人 养人鼻息 突然有一天 有名有利了 周围光助理 配个两三个 带保镖 所有的人都在捧着你 都在惯着你 都在保护你 都在宠着你 你这个时候你认为什么呀 我是神 我能掌控所有的东西 我就能够 我想干嘛干嘛 是不是这么个逻辑 那你会做什么 如果你有一个可能好的教育 如果你周围有好的榜样 那你会知道 有一些东西我不能做 但是当周围的所有人 你发现他们都在这么做 并且都没事的时候 你什么心理 那我也这么做吧 享受谁不会 放纵谁不会 舒服谁不会 谁不想呀 那问题是 当你这么做了以后 有一天 有人把你抱出来了 说你做了一件 什么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你被曝光了 告诉我你不能做这个行业 你什么心理 不是我先做的 是他教我的呀 是他先这么做的 他们做的更狠 我这才什么呀 那我什么心态 爆料呗 欲食俱焚呗 对吧 我心里不平衡啊 你从这个观点 你稍微一想 很多东西 你就全都明白了 我还是那句话 吃瓜 看事情没问题 但是咱做什么事 咱带点脑子 他都是有逻辑的